我是1A畫室的黃永昌老師 今天要和大家講講三點透視 這張畫又可以見到三點透視 為什麼可以見到三點透視呢? 這個視頻線是攝影師或是畫家的眼睛 相機的位置 馬路向視頻線消滅 這是聚焦點 這兩個樓梯事實上不是向視頻線消滅 而是向天上消滅 這個消滅的點叫做星點 或者叫做天點 天空的天 這就是向上消滅 這是三點透視的其中一個賴子 這張照片就是一間酒店的照片 這個酒店向上望的時候 它就會傾斜 慢慢窄了 上面的部分 它消滅 就叫做消滅在天上 這個叫做三點透視 這兩邊是向兩邊消滅的 就像正常的建築物 這個叫做天點 這個左邊點 右邊點 就消滅在左右 這個是視頻線 這個叫做三點透視 這個是降點 或者叫做地點 這個是消滅點 這個是視頻線 我們站在這個二十層樓高 拍了一張照片 拍到六層樓高的大廈 就看到它的天台了 天台下面 看到巴士或小巴的上蓋 這個頂 這些大廈就會向這邊消滅 它傾斜度是很斜的 這個叫做消滅點 通常三點透視是近大 遠了 這個天台的位置是近我們 這個 這個低的地方是遠我們 所以它慢慢曬了 我們這種透視的原理 就周不時在二十層樓高 或者四十層樓高 拍照片下面 就會看到這個情況 這個就是街道的 這個效果 歡迎大家收看 1A畫室的透視原理 我們還有很多新片會播出的 請你們訂閱我們 1A畫室的YouTube 1A畫室的號碼 9A,003A,003T 1A